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疫情的關係很多人在家 如果是沒事就會 看劇 追劇 韓劇很多人在看 說實在 韓劇的劇本寫得真的還不錯 而且他們台詞寫得 就讓人家聽起來很有感覺 還有一點就是 他們很會把那個場景拍到之後 你下次去韓國 你就想去那個場景拍個照 男女朋友 他們男主角 女主要在這裡喝咖啡 我也要來喝咖啡 喝咖啡 就他們很會營造這種氛圍 還有一點 保養都很厲害吧 每一個皮膚都要爆亮 他們的狀態都很薄 皮膚本身就夠好 很透 很透 去韓國 他們的東西也很愛吃 譬如韓國泡菜 我很喜歡吃 因為泡菜有的時候 你那個菌好不好 拿捏的溫度 它們都很新鮮 我覺得我很喜歡 然後人參雞 一定要吃的 還有買一些伴手 伴手禮 人參 還有一些就是 帶回來可以送人 很多 重點就是 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有人要跟我們分享 如何保養 而且它對韓國也非常地熟悉 太好了 來學一下 是如何韓國的皮膚都要這麼好 好的 我們請到的是這一位 他也是之前也有去韓國 參加人分類 去那裡也算 買一些東西都回來 我們歡迎林佳儀 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看韓劇最羨慕的就是 不管男生 女生 都有超級好的膚質 是我們保養之路的 最後範本 就是我們的指標 其實佳儀妳已經很好了 但是真的看劇就會 還是讚嘆 也是 再來這一位 那她更厲害了 她什麼都懂 而且她都不吝嗇跟我們分享 她自己對保養方面的 超有概念 我們歡迎聖寶師 哈囉 大家好 鳳姐好 因為韓國它算是一個 很愛保養的國家 而且你就發現 他們的保養法則 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我們也很喜歡 但我們不是很懂 待會兒麻煩就告訴我們 另外這一位 她也是 她也知道很多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是有一些 不同的幫助 所以今天她也來跟我們分享 很好的皮膚 生活達人冠林 鳳姐好 大家好 我真的超愛韓國 今天帶來 國寶級的美容保養法 跟大家分享 保養方法 大家都想要愛就對了 靖姐妳之前還去參加婚禮對不對 對 其實我去韓國 就是它讓我印象很深 是因為我小時候 第一次出國 是去韓國的紀州島 小學五年級 很好的名字 對 就是跟我的舅舅 媽媽 所以到現在就是 你知道以前都洗照片 所以照片還有留著 可以看一下 對 這就是我小時候去 第一次看到雪 就是爬山爬得要死 然後 終於看到後面有一個雪山 然後也 以前也沒有 冬天也沒有穿這麼厚 就是第一次看到雪 然後第一次去 紀州島 小時候的印象 就是跟家裡的印象這樣子 這個是後來長大了 長大了 大家知道我旁邊那位是誰 就是許瑋瑩秀秀 因為她嫁給韓國人 對 所以我們在韓國的一個 婚宴的 很漂亮的婚宴的場所 做了一個她的婚禮 那她身上的這套禮服 是我設計的 對 所以是從 她專屬於她的蕾絲 然後到幫她量身 然後到製作 所以我是帶了一整個團隊 去到韓國 然後就是幫她試身 因為她那個蕾絲很薄 所以就是要到她身上 我們做好之後她一直沒有機會試 所以我是把裁縫都帶去了 去到那裡 其實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一定會去朝聖 然後那時候 其實那一段時間很流行 就是恨天高的布鞋 對 可是我就是到處找 因為一般的恨天高的布鞋 就是穿起來 整個就像一個大饅頭一樣 太大 就是很大 因為它為了要墊高 所以整個就變成很大一坨 那我又因為腳踝特別地細 所以穿起來就整個很像 躺老鴨 對 就是兩顆腳很大 所以我就找到這種 就是它旁邊有 可是你看它的旋 非常地窄 對 對不對 它這個是2015年買的 所以到現在來講 當然它已經不是所謂的時尚了 但是它也是恨天高的一種 有墊 對 有墊 但是就是它會讓你的 整個小腿的比例看起來 很漂亮 對 這就是我在韓國的 一點小小的收穫 但是最主要都是很美好的回憶 對 因為去那邊出國玩 吃 重點 一定要買東西 對 這是你的戰利品 對 這個是比較最近的 鳳姐妳知道這一隻是什麼動物嗎 這個現在它很有很紅的 它已經上市上櫃了 真的 對 這個鼻子也有一點像沖沖的 對 大家也會覺得 其實它的創辦人它是 以它的創辦人的臉去做的 其實它創辦人就長得像它 其實它是 它是獅子 獅子 對 Ryan 它叫Ryan 它有名字 因為當初我會喜歡它 因為我是獅子桌上 說好可愛 所以我就開始去買它的東西 當然這個現在也很紅 他們就會用這些不同的設計 去拔展出不同流產業的東西 超可愛的 這個就是大家常常會用的 這個叫做美妝膽 美妝膽怎麼這麼可愛 你美妝膽如果用完 你可能要給它一個夾 它就QQ的 它的夾在這邊 美妝膽的夾 我的夾 它在自己投在身體裡面 你看 好可愛 它怎麼會捨得用它 對 等於說就是 你會發現有好多東西 這麼可愛 對 然後它還有這個 小顆的美妝膽 你看 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韓國也在這裡也很流行這個 就是所謂的 非常流行 味道 它們什麼都要香 頭髮要香 從裡到外都要美 因為美是一種生活態 對 然後還有這一個 大家也看過它 對不對 這個也是在韓國 超級無敵紅的 對 然後它也有推出一系列 包括它的彩妝 彩妝 美妝什麼都有 還有它的飲料 咖啡廳 什麼都有 它有整個系列 有機會去韓國 你自己知道我們就大概 就是會忍不住 整條街你看進去 都不曉得哪一家店要走進去 吃的 用的什麼 要多帶 帶空的去 要空的去 對 你也喜歡去韓國 你跟我們分享什麼 像我有帶來一些照片就是說 我之前常常去韓國 就是這是我阿姨 然後因為他們平常在家裡面 就是都要看韓劇 然後去之前流行大腸筋 所以這個就是去他們皇宮 可以穿韓服 然後拍一些復古的照片 我覺得妳滿像韓國人 妳滿適合的 對 衣服穿起來 我們每個人都是 沒有 妳的臉型 妳跟著比較長 這很像 對 所以其實 去那邊可以穿韓服以外 這是紀州島 石頭先生 然後它有一個傳說就是說 如果有人想要懷孕 他們是把石頭先生 當作是類似 類似 然後像我媽媽他們喜歡看韓劇 那我們去韓國就是一定要吃 對 我最喜歡吃海鮮 去韓國像紀州島 他跟台灣不一樣 他吃飯菜 他們是這樣子滿滿一桌 然後有很多的小菜 而且韓國人吃海鮮跟我們不一樣 韓國人他們喜歡就是有一些 直接新鮮採摘起來 直接去做一個 刺身 或者是搭配一點點醃漬去吃 對 或醃漬 對 然後像我之前常常去韓國 就是除了紀州島 吃到這些好吃的 在當地我發現最有趣的是這個 海鮮什麼 這個是海女 然後你看這個小豬馬 它很有趣 牠手上拿的那個東西 是 這個紅海鮮很特別的地方 在海裡面 其實它是海鮮的一種品種 它本人就是長這樣 然後在韓國的吃法就是 直接捕撈上岸之後 牠會直接切所謂的生魚片 然後配所謂的燒酒 就直接吃了 牠們很特別 我們叫人參 紅海參 剛好冠年剛剛有帶照片 就是剛剛那個海女上來 那個就是紅海參 因為大家可能對韓國的印象 可能就只對於人參這一塊 或泡菜 這些因為泡菜對身體也是好的 因為它是一個發酵物 紅海參跟海參 海參本身除了有很豐富的家園 蛋白之外 我們剛剛講到所謂燥乾 燥乾可能我們常常聽到 是在人參裡面 才會有人參燥乾對不對 對 其實海參裡面也會有燥乾 燥乾本來就是對女性荷爾蒙 是一個前驅物 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如果說很多女性朋友 如果說妳本身想要讓妳的 整個狀態很好的話 妳可以多多補充 有這種含有所謂燥乾 成分的 所謂的產品也好 等各方面 尤其是有一些女性 可能在停經期的時候 這時候妳停經期 可能妳的整個狀態就會改變 包括妳皮膚 就乾 心情 或是什麼 心情 各方面 有些人以前就很安靜的 後來突然變很躁鬱 然後會很熱 對 也有可能 所以針對這些 所以其實對於 妳要補充一些皺乾 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物 會幫助 其實我有看過 就是在電視裡面 我就有看到剛剛那樣的海女 然後她就是抓了 我現在知道那叫紅海參 對 她就是抓了 然後咬了 又再丟回去 對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海女她就是工作 就是她沒有呼吸器 所以她到海裡面 補災可能三 五分鐘 就趕快起來要換 她沒有呼吸器的 沒有 她們就是一個面罩 海女很厲害 很漂亮 海女它最特別的地方 再來就是說 她們會吃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所謂的紅海參 她到海裡面 順手抓起來咬一口 她又把它放回海 因為它本身是有 科學家有做過一件實驗 就是他們把海參 抓起來之後 用刀把它切開 她發現說一分為二之後 它會在很短的時間 變為兩個獨立的一個個體 這麼妙 在古書上 它其實就有稱謂說 這個 海裡面的 紅海參是海中的人參 也是海裡面有東蟲下草之稱 其實我們看韓劇 常常看到的就是他們 只要在忙碌的時候 男生給女生 女生給男生 都會有那種像那種 直接抽出來 滋補的 對 就是滋補的什麼 好像是紅生還是什麼生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們都會 冰箱打開也是 可以沒有食物 可是不能沒有那個 一盒一盒 而且好像他們的 連洗頭髮的 對 沐浴乳 都要有人生 他們從小到大 就是這樣子一直生生生 人生機也好 這樣子吃感覺是 是不是身體好 抵抗力好 可是為什麼我們吃都會覺得 好像 太瘦還是怎麼樣 好上火 很燥的感覺 不過你提到這一頂 因為其實 在韓國 你會發現它在吃的人參 其實基本上都是 那紅生本身它就是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 就是常常聽到什麼 久蒸久布有沒有 對 它是蒸熟曬乾 有 它就是久蒸 它有些可能最貴到什麼 六年生這一種 對 有 久蒸久布這一種 蒸熟曬乾的人參 所以基本上它比較不會 像一般人參那麼地低 它比較溫潤一點點 而且它除了有 人參滋補那些元氣 那些的 基本的優點之外 它本身它有一種 所以你會發現有很多女性 如果說她本身 常常在吃人參 或者是說韓國女生 她們像什麼阿豬那些 她有吃到所謂的紅海參 對 所以因為她本身裡面 也有皂乾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氣色什麼各方面都會很好 所以這就是他們 韓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吃人參 而且是長久以來 從以前到現在 把它把吃人參當作是讓你自己 提升保護力的一個重要的物質 其實自古以來 韓國其實就是產這個所謂的人參 最佳的一個產地 因為像美國 中國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在韓國 為什麼它的人參 在科學家研究出來發現 它的營養價值是最高 是因為有一個地方叫 如果你去韓國買人參 你要選擇景山 跟地方有不一樣的 因為跟耕種方式有關係 是 因為芝麻不是說 我們放在土裡面 它就自己長了 韓國除了說當地的氣候跟土壤 是最棒 最重要是在它的 因為韓國的人參 不是說越大肌越好 因為它在 所謂的 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人參的營養價值在皂乾 皂乾其實是在所謂的人參的根部 在人參的根部 其實它長一年 長過一年 差不多到第五年的時候 人參皂乾含量是最高的 當第六年之後 皂乾的含量就會開始往下滑 所以你在選擇人參 剛好講到說 為什麼要選擇景山 是因為它收根完之後 五 六年之後 採摘起來之後 它會修根 它要修土地 它會讓土地整個修養之後 也就是說 在景山產出來的這邊的人參 它種植出來的營養價值 都是會是最高的 你看 山下絕了 種的是人參 海裡面又是紅海色 這兩人咬起來不得了 對 想到說有這個雙生自保 其實我覺得這是 老天爺給韓國的一個禮物 因為韓國雖然冬天很冷 而且他們的 對 那個風 一年當中 其實大概只有兩 三個月 是比較溫熱的狀況 可能很多東西重也不是那麼好重 但是他們韓國當地的人 就會選擇用一些方法 去讓自己整個氣色變好 像我們台灣人有時候吃補 我們可能是秋冬才會進補 但在韓國 他們是一年24節氣 不同的節氣 它都會吃補以外 他們更把這樣的精神 做在所謂的保養品裡面 因為在冬天 你必須要有一些特別的保養品 讓你的皮膚也可以對抗 寒冷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說 我不是很喜歡去韓國嗎 因為我媽媽 阿姨都很喜歡看韓劇 我在紀州島當時就是看那個海女 你就覺得說人家六七十歲 皮膚還這樣 細緻 一點嚼勁都沒有 也不會甘烈 我就問說 你們到底是靠什麼 到底用什麼 除了吃 靠這個所謂的紅森 紅海森 韓國人很厲害 這一罐是我在韓國發現 他們把這個紅海森 跟所謂的紅森 做成所謂的保養品 海陸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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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姐的形容好可愛 平常就是要去吃才可以吃得到 但是你有時候出去了 或者是不在韓國怎麼辦 他們把它做成保養品 讓你的皮膚等於每天都在滋補 而且它裡面 除了有所謂的紅森 紅海森以外 裡面還有 讓我們的肌膚可以達到一個 很好的提潤氣色 抗皺的效果 對 韓國的漢方也是很厲害 也是很有名在保養品裡面 像我媽很喜歡這一罐的原因 是因為它在 停機期之後 整個人會燥 以前他在選保養品都會說 它一定要很滋潤 他說如果不夠油煮不燈 就是覺得 一般的保養品如果只是保濕 他覺得擦在皮膚上 是完全沒有感覺 然後覺得皮膚還是整個很燥 但是你在選擇有一些 過度滋潤的時候又怕油 會長痘痘 但是這一款他很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它 裡面除了紅海森以外 它的霜有淡淡的深味 但是又不會很油膩 我們讓老師跟家儀可以來試一下 所以它還是有帶一點點 它的味道是那種 什麼味道 很清新的深味 清 高雅那種清 不是那種很重的深味 不是很濃的 跟以往的那種聞到很重的不一樣 而且它推開來之後 它那個深味是很淡雅的 保養品真的是 你要選擇一罐對的雙叉很多 我剛剛摸這個劑琴 它一推上去 第一個 它會讓你的皮膚感覺是有 吸收到水分的感覺 因為是你推開之後 它是 當你在推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 很清新淡雅的深味就出來了 我覺得聞到這個味道 你是開心的 不是像我們可能想像中 那種苦苦的味道 而且不會 那個深味不會停留很久 像你今天剛吃完 對 進補完 接著你把它放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皮膚表層是一個 有一點光澤感 因為它表示它在皮膚 從表層就有一個保護 對 有一個保護 不過 難怪你媽媽會那麼喜歡 對 因為其實對他們來講 保養他們不喜歡瓶瓶罐罐 只要好的一罐 就算你有時候沒有化妝 出門倒個垃圾 人也覺得你氣息很好 這就是他追求的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本身是敏感肌 保養品就是真的是要 試過才吃的 我可以試在裡頭嗎 沒有 那老師來試 來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還不錯 我請佳儀 她稍微卸一下 所以這樣可以嗎 對 可以 然後這個深 因為我剛剛有在手上試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量也不用到太多 不過我覺得如果說 你本身皮膚如果真的很乾燥的 你可以量再多一點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 剛剛擦起來完全不會膩 所以基本上它這個量 稍微多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看你皮膚的乾燥程度來取決 我剛剛在用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雙體在手上 先稍微把它溫開一下 簡單 看你會發現你溫開之後 它裡面的質地會散開來 會散開來 接著你就直接在你臉上 你可以先輕壓 像這樣子先輕壓 因為你如果說你的皮膚 真的比較乾的人 你先把它輕壓上來 先它就會開始布滿你皮膚 壓過的地方 接著就輕輕地滑動 因為它本身裡面 除了有剛剛講到 人森跟紅海森裡面的萃取之外 還有添加了23種的植萃成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植萃 它是遵循這種 漢方的古法的淬煉 所以你會發現你這樣擦上來 第一個 它有潤度 或者是它會讓你的皮膚 第一個 你會發現你的氣色會比較好 因為人森這些本來就有 補氣的功能 當然你的肌膚 氣色好的話 各方面看起來就會更加地黏輕 而且我覺得我在擦的過程 你看我已經第三次了 完全不會黏 而且也不會說推不動 所以它裡面的脂質的配比 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真的香味好舒服 對 其實我們有很大力 我們來看一下嘉儀兩邊的臉 有 沒有看到 很亮 這個地方 而且覺得蘋果肌整個都有上去 它這個地方已經有上來一些了 有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這一圈 是整個提亮上來 反而嘉儀這邊是卸完妝的 對 這邊是她現在有帶妝的 所以你看兩邊 反而這邊的氣色會變得更好 而且你看它的光澤度是自然的 對 而且這樣摸 嘉儀你可以用你的手背摸摸看 分量 不會黏對不對 就很嫩 對 很嫩對不對 剛剛那個蘋果肌會整個上去 其實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要把紅海參 做膠原蛋白 因為海參它有三大特性 第一個它會 一定要在很純淨的海域 第二個它會土黑牌髒 第三個就是 那個紅海參是滿滿的膠原蛋白 所以搭配這個紅森 它讓你的氣色整個紅潤以外 膠原蛋白老師這樣子的方法 把它摸進去 老師的手 我想帶回家 靠這個這樣子把它 輕輕地按回去 對 而且我發現它是持續作用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可以看一下嘉儀的臉 它那個地方 而且覺得這個蘋果肌 是很自然的紅潤 它是有自然的吸收進去的 因為有時候有的人卸妝之後 皮膚會比較乾 對 其實一般來講 大部分就是都在冷氣房 對 所以皮膚頭覺得它是比較缺水 永遠都是不夠 像我們這樣的手領 覺得如意 沒有油塗 覺得不夠油 不夠油 氣氛 不夠油 又覺得好像又乾乾了 不過有時候太油 反而不好 對 所以就是必須要用 到一個手領以後 那個肌膚的確 除了保濕之外 還要加一些營養的成分在裡頭 當然就會稍微有改變 所以這個成分對我們來講 是很重要的 剛剛嘉儀就覺得 那個感覺是很舒服的 那味道什麼 感覺很舒服的 所以又可以保養 然後又有達到這樣 香氛的那種 那個感覺效果 真的很好 好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尤其現在開始秋冬 對 在換季的時候 讓我們皮膚可以舒緩一下 晚上睡覺 像噴到要 很濃郁 對 一罐就可以 一罐就可以了 就可以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冠妮的分享 謝謝方便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的示範 謝謝嘉儀 謝謝 嘉儀本身的皮膚本就很好